全球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靳元老师,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成语时间,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行,我恕,那光看到我,大家都知道嘛,每一个人都可以比比自己,这个就是我,那行呢,当然就是行为,恕呢,其实有向来一向如此的意思,所以指的就是一个人, 他的行为,一贯都是那个样子,其实就是特立独行的意思,那这个是从很早的这个礼记里面,所出来的一个书,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他其实在富贵的时候,他就过富贵的生活,在贫贱的时候,他就过贫贱的生活, 他也不会特别去攀缘,他也不会特别去在意别人怎么批评,所以基本上这一句成语,它其实是中性的成分,就是指一个人的特立独行, 但可能这个世界,坏人太多了,坏事也太多了,所以后来就变成说,在形容一个人,不那么听话,或者是不那么友善,只任意妄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他这个人叫,我行,我恕, 所以我们首先先还原,那讲特立独行呢,我就想到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虚构的,但是非常有名,一个就是中性人,一个就是肃还真,那中性人是我们从小看这个布袋戏,黄俊雄布袋戏,里面一个非常厉害,其实应该是一个恶的代表,就是最厉害的一个,所以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一个成语叫做,金光三三, 水起千条,驾动无人,风动万狗,就是这个人要出现的时候,那个音乐非常的磅礴,就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那他的脸呢,其实很少露出来,所以叫藏镜人,就是把自己给藏起来这样,那这样的人很深,你摸不透,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非常特立的,他是恶,不过到最后是有改过向善这样子,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年轻人比较熟悉, 的,霹雳布袋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素环针,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办这个假扮的时候,也很喜欢办这个素环针,那这个素环针,他是一个非常在那个讲究叫做,没有缺点的完美的人,我刚好今天拿到一本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做,长乐我尽,素无量心,这个是我们的教育执行长, 王本龙啊,这个执行长所写的,他这里面呢,也写到素环针,那他怎么写呢,那我跟各位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叫温文儒雅,气宇轩昂,博学多人,圆容冷静, 光怀众生,超凡脱俗,以天下大同为己任的,不适出英雄人物,哇,你看看,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简直就是具足大慈悲,大智慧,凡胜一体,凡谱归真,素凡真,所以他又叫清香白莲,他的外号叫清香白莲,他当然是吃素嘛,他这个素脱还真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要来讲,就是说,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我行我素,所以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善的代表,一个是恶的代表,他不会变,他就是一直就是往这样的一个面向去,可是我们在这个人间啊,有一些东西叫做因缘,因缘好的缘,他会让你慢慢的转,慢慢的转,那这个缘的一个掌握,其实是在于那一念心,心在哪里, 心在我们,就是这个我的身上,可是我其实是一个很虚假,我们的全身上下,各位看到这叫我的头发,我的手,我的眼镜,我的衣服,甚至包括我的书,所有的我的都是一个名词,代表的是一个拥有,你如何去拥有,是一种意识形态吗,如果只有一个我,那叫小我,两个我相加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这个人一定很难沟通,他想尽办法, 拥有所有的一切东西啊,那个叫失我,最后就会变成终竟然,可是如果把两个我相减呢,就变成无我,那无我呢,就变成大我,那大我就是一个,以众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叫素还真,那各位来想说,这个我字,我们写一下一撇,下面是一个找,这一生啊,都在找,不断不断的在找,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东西, 可能是权力,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学位,可能是事业,地位,民生,所有的一切,一直在找,一辈子就少了那一撇,这一撇足够了,这个我仿佛就壮大了,所以你看在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啊,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大魔头,叫认我行,在东方不败里面,还有一个叫认我行,就是完全照我自己的意思,来做这样的行动, 如果我们把这个我字从中间拆开的话,那就变成一只手,就是一个手,然后呢,提着一个歌,歌代表的就是武器,原来要把这个我是谁,把我突出来,把我,你认得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个我,你是要拿着一个刀,拿着一个枪,然后要这样子去跟人家厮杀,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江湖, 这个叫武林,每个人都去争一个所谓的盟主,所以这样子的我的一个行为,那你说,可是他本来是一个中性的啦,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假设偏向恶,他就一直下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假设走向善,那就要不受引诱,所以树这个字是什么,树其实是一个洁白的,很干净的一个布,那各位想到白色,就会想到,当然第一个想到就是, 白蛇传里面的白树针嘛,对不对,那当然啊,还有也是武侠小说里面的小龙女,所以你看到,还有观世音菩萨,哎呀,穿的都是全身白色的,那种白色的肩布,那种洁白无瑕,他绝对不可能啊,再去受到任何的污染,所以呢,这个我本身要如何能够成为,不被污染的,那个我的那一念心,那就是要化出,把我的,的这个观念, 这个小我,能够把它化除掉,绝对不会是,只有我平安,哦,而已,一定是要人人都平安,我才会平安,那这个我本身啊,我们要讲一个,我要举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叫空船的故事,庄子里面有一个故事啊,他说在一条河上面,有两只船,那因为水流的关系啊,这个水在流动,所以呢,这个船啊,就会随着那个水流呢,偶尔分开,偶尔分开, 偶尔分开,那如果呢,就顺着这个水流,这个叫大自然,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刚好,有一个船上有一个人,那一只船是空的,一只船上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如果跟这个船相撞的时候呢, 有人的这个,他就会站起来,看一看,哎,谁撞到我的船了,对不对,站起来一看,哎呀,是一条空船,是一条空船,啊,算了,算了,算了,无所谓,撑开就好了嘛,各走各的路,那万一你站起来,就发现另外一条船上了,也有一个人,哇,这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了,哎,你为什么来撞我的船,是你先撞我的,哎,是你去碰撞我的, 所以,只要这个两只船在这个河面上行走,只要没有人,他会随着那个水流,自然的再分开来,可是只要有人,而且是有两个人,那就叫两个我嘛,对不对,那这两个我就开始怪罪别人了,就开始说,哎,这是你的错,这是他的错,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以我为出发点, 所以,哎,当我们现在也会用我行我素,来形容吃素,就是如素,那上来说,面对这样的大疫情,唯一的一帖零方妙药,就是栽戒,如素,就是素食,那素食代表的一个就是,最干净的,最简单的,没有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加工的,一个产品,事实上所有的营养师也告诉我们说,哎,你不要, 最好吃的叫圆形,就是它原来的一个形状,比如说蔬菜,水果,它是原来最干净的,透过这样的一个树呢,来造符,所以呢,叫做树符无量,如果你吃树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个符,那么符呢,就可以是,无量无限的一个展现出来, 而且还能够辟印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不必躲躲藏藏,好像要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终竟人,其实呢,看到这样的一个树帆针,手上拿着水果,还有手上拿着一个蔬菜,那我觉得说,将来我们去扮演的时候,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也许也可以拿蔬菜,因为呢,你要反谱归针,在道家来讲, 反谱归针啊,它本身就是要去除荤食,它就是要念,甚至念到后来只吃那种骨类的东西,甚至连骨类的东西啊,都要这样子的一个把它排除掉,所以你说,特立独行,那吃树是不是一种特立独行的事情呢? 当它是一个少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事情,当它是一个多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家都一样的事情,那每当有人问说,好像很奇怪嘛,他问说,你为什么要吃树? 那我就想,那你为什么要吃树?如果素食要被问,为什么? 那就像小朋友会问他的爸爸说,爸爸,你养小鸡要做什么? 爸爸说,长大的要杀来吃啊,说,那你养小猪要做什么? 他说,也是一样长大要杀来吃啊,那小朋友说,爸爸,原来你养我是为了要我长大以后把我杀来吃吗? 原来所谓的小时候,你看,有小鸡,小鸭,小狗,小猫,小鱼,小孩,只要所有的小,小数,所有的小,它是一个相对值,它都会变大嘛 所以所有的青所面对的就是一个灼嘛,你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能够开始干净起来,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开始干净起来 如果身心不清静,这个环境是很难干净的 因为所有的环境是来自于我,是我拿着一把刀,然后我们去做什么? 我们去开垦,我们去建设,我们去铺路,我们去挖洞 为了什么?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方便 不是为了让动物,不是为了让大自然 所以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前我们在看国外的新闻都会觉得说 好多野生动物跑出来了 结果台湾因为三级警戒的关系 最近一些国家公园也是一样,那些很罕见的动物们 一些珍贵的动物们,全部都跑出来了 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他们都出来了 不要忘记,那是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可以说我 可是当我们把自己封起来的时候 其实这一块大地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 应该说原本就是属于大家的 所以我绝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每一个人都叫做我 当每一个人都叫做我的时候 所以我行,我恕 那我的行为应该要保持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一个干净的,纯朴的 所以呢,法国的哲学家说啊 我师故我在,我因为思考,所以我存在 那我们的师,上人说要闻师修 我们的师要从哪里来,要从闻 你耳朵听到的好的话,就是所谓的法 你要从这个法入你的耳 然后你要去思考 思考之后呢,你入心 然后呢,要从我们的手,从我们的脚 法要入心入心 就不乎尸体嘛,就透过你的四肢 透过你的行为,去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晶莹剔透的干净 不是浑浊哦 我们小时候都画过图嘛,知道 所有的颜色祸在一块,它会变成黑色 它绝对不会变成白色 所以白跟这种精炼 它一定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去掉那种所谓的杂质 杂染 所以我们会说,这个人气质很好 气质很好 那是因为从他的身心 都在保持着那样的一个纯净 所以我们会说,这个人你看他穿着那个很朴素的衣服 他的行为举止,有一种朴素的感觉 所以真的我们要去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大我 就应该是一个融合 这种融合不应该是一个干扰 也就是说,我跟大自然之间 他就是一个其中之一,我们是其中之一 我们不是那个唯一 我们不能够动不动说,我们是万物之灵 所以我行,我素 我就是想要这样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因为你的喜欢不只伤害了人 还伤害了物 天地万物啊 都有他一定的命 就像这张桌子或者是这张椅子 他们都有可以存在很久很久的这样子的一个悟命 可是如果你肆意的去破坏它 就像这样的陶瓷 我们把它拿起来,把它这么一丢 它的命就没了 它再也没有办法去使用了 所以我行,我素的这个行里面啊 必须是素的行为 素是什么? 素就是一种洁白 像绢布一样的洁白 这样洁白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干净 所以表示你的心念没有偏向 没有偏向的心念 怎么会做出不当的行为呢? 所以闻思修嘛 那这个修就是怎样? 要克己复礼啊 要每天每天不断不断的去练习 所以修行啊 其实是日日修 时时修 每一个心念 每一个时刻 都要不断不断的去提醒自己 所行所为 是真的一贯如出的善 还是最后累积起来 人家说 哎呀这个人素行不良 素行不良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原来的行为啊 从来没有一次是好的 所以我们不能素行不良 我们要素行善良 所以我们要常常存善念 然后呢照善福 然后呢因为有这样的念 有这样的行 然后呢共同去成就 一个所谓的大我 大我是什么? 就是天地宇宙 就是大自然 所以呢上人会跟我们说 佛陀其实就是宇宙大觉者 觉悟了天地宇宙之间 真正的一个道理 那我们是凡夫 可是凡夫呢 当然可以成佛 中间就是菩萨道 所以呢在走菩萨道的过程 不要忘记照顾自己的常道 就好像这里面 这本书写的叫 常乐我静 要把自己的常道照顾好 常道要照顾好呢 就重述开始 所以各位看 这本书的后面 这个两张图 一个是常不清菩萨 对天地万物 保持一份恭敬的心 功德无量 还有一个呢 就是树还真 就是我们能够 从树招来 能够尽快的 从树 树的一个好的行为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福 能够招来 所以呢 希望下一次 我们如果再看到 说哎呀这个人 我行我术 向来造福 那就对了 千万不能我行我术 然后累积起来变成 术行不良 所以要去除小我 然后共同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大我 让天地万物都能够自然的 好好的存在在这个地球上面 大家都能够平安的生活 感恩各位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